济南市卫健委今天发布通报 昨天0至24时 济南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五例 病例详情公布 病例一 女47岁 4月16号在集中隔离期间 核酸检测呈阳性 4月17号经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二 女35岁 全程闭环管理工作人员 4月16号例行核酸检测呈阳性 4月17号经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三 男55岁 4月16号在集中隔离期间 核酸检测呈阳性 4月17号经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四 女33岁 4月16号在集中隔离期间 核酸检测呈阳性 4月17号经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病例五 男56岁 4月17号在集中隔离期间 核酸检测呈阳性 经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六 男40岁 4月16号在集中隔离期间 核酸检测呈阳性 4月17号经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希望透过十分之则 我们的核酸检测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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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正